中東局勢在剛剛一年之前 在去年10月7日 哈瑪斯發動對以色列的攻擊以來 變得非常緊張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在事後說 將會防止類似的襲擊再次發生 並且指以色列的武裝力量 正在改變中東地區的安全格局 以色列隨後加強在加沙的軍事行動 加沙地區的戰爭已經造成超過4萬2千人死亡 其中大多數都是巴勒斯坦平民 以色列的進攻加劇了中東地區的人道危機 這幾個月 黎巴嫩的真主黨和以色列之間的軍事對抗 也持續升級 真主黨從黎巴嫩向以色列發射火箭襲擊 以色列同時也面對來自伊拉克和也門的遠程襲擊 而伊朗和以色列之間的敵對行動 也不斷升級 令這個地區的局勢更複雜 在多條戰線之下 幾百萬人因為戰爭流離失所 超過200萬加沙居民要死處避難 黎巴嫩也有100萬人流離失所 超過2千人死亡 無論是來自加沙、以色列還是黎巴嫩 平民百姓的生活都非常艱難 很多國際救援組織現在都在前線工作著 今天就等兩位嘉賓和我們分析一下 目前這一場人道危機的情況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綠豆的特別節目 今天我們將會探討一個國際議題 中東戰火 我們邀請到兩位嘉賓 分別是這一刻短暫停留英國的 無國界醫生黎巴嫩總幹事同正義 Jenny 和參與國際紅十字會救援工作的 歐遙嘉醫生 歐醫生沒多久前才由加沙 完成外科手術的任務回到香港 Jenny 可否和大家分享一下 為何你去了黎巴嫩工作 其實在今年大約3、4月的時候 我收到無國界醫生 他們在比利時的一個總部 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們黎巴嫩的總幹事的位置 暫時空缺了 但是因為都知道局勢很嚴峻了 所以這個位置是不可以沒有人 所以我就出現了在黎巴嫩 這個貝魯特他們的首都 我們無國界醫生的辦事處那裡工作 可否和我們分享一下黎巴嫩目前的局勢是怎樣呢 大家都有留意新聞 就是一年之前他們的局勢就變得很嚴峻了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在過去大約3、4個星期 就是極劇烈化地去升級了 我們無國界醫生在裡面的工作 之前我們是集中於去治療那些難民的 因為他們是被拒於正常的醫療衛生體系之外的 還有我們在一些可以容許我們開展到 有醫療討論的地方都有網絡醫院 還有我們也會有醫療討論 就是派藥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一個工作 其實現在在黎巴嫩裡面的小孩子 他們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就是很多時候我和同事開會 他們都說We have a noisy night 他們是不停地聽到炮仰 就是一些炸彈的聲音的 你想想我是大人我們都會害怕 我害怕的 你想想小孩子如果全晚是這樣 他怎樣可以去睡覺呢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是加強了很多 一些Psychosocial Support Mental Health這些工作 就是我們盡可能希望從這個層面 都可以幫到一些小孩子 因為他未必真的受了傷 但是他這些精神狀況是很多人擔心的 與此同時在整個Minitary Confrontation裡面 我們常常都會有一些叫做Sonic Bomb的襲擊 好像叫做音波彈 是的 中文名叫做這樣的 基本上就是以色列他們會以低飛 接著就放一些彈 那些彈你分不開的 當它炸的時候 你以為是炸彈來到的 其實是很大很大聲的 我們習慣了如果在室內的話 我們會黯義和蹲下 但是如果你不幸運在外面的 其實你的人是會溫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不舒服 甚至乎我有同事跟我說他會吐 那你想想 這些這樣的襲擊 對於一個小孩子的心理來講 其實是挺嚴峻的 轉一轉 歐醫生 我知道你今年其實去過加沙兩次這麼多 為什麼你會從香港去加沙 還有是什麼時候的事 說回一年前10月7日 在以色列南部發生的衝突 哈馬斯進去南部 後來跟著以色列官方就說要進去加沙 那當時我仍然在南蘇丹 那所以我在12月尾的時候 我就進去了加沙 那這個就是我第一次 那就是去了六個星期的時間 那到8月的時候也是第二次回去 而我8月就回到這個有 十四個院會成立的Fill Hospital 那你兩次 先後到兩次去加沙的時候 你所見到在地的情況有沒有分別的呢? 都會有的 因為我第一次的時候 正如剛才說的就是 那時已經是12月底了 當時已經是大概有七成至八成的 加沙地區的人口就已經是 撤離了去南部 那所以呢 在我們醫院的範圍裡頭 我去到就真的好像整個男人營一樣的 包括我們醫院裡頭 那些走廊啊樓梯啊 都全部是那些男人在裡頭 很多醫院的病人都要撤離的 那其中一個撤離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醫院 當地的同事呢 就主力是做一些急症啊 還有是即時收到的那些病人 而我們呢就是幫他 譬如接收這些 由大間醫院轉介過來的那些 另外就是一些 較為需要長期照料的 例如很多一些燒傷的病人 那可能兩三天需要進去做清理傷口 或者是一些受傷之後發炎啊 那些感染了一些傷口啊 需要多一些的護理啊 多一些的手術啊 多一些的手術啊 那些情況呢 即是 同事做委員會呢 就會take up這個 這個 這個工作了 那當時 在南部 在拉法的地方 都叫做暫時是 安全一點的嘛 那但是我們都 正如剛才Janny所說呢 我們經常性都會是 日休息好 晚上好 尤其是晚上呢 我們都會聽到很多的 爆炸聲啊 軍炸啦 或者是槍聲啦 那第二次就是 我今年的八月啦 就去這個Field Hospital 這個地方就是 在那個 叫做 人道走廊啦 Green Zone 的旁邊 在鄭那個旁邊的位置 那相對性來說呢 就是 理論上 應該是較為 平靜一些的 那雖然我們都會 時不時都聽到 一些爆炸聲 那都是 距離是遠一些 但是在我臨走前 因為我9月10日 就離開 加沙的 但是我臨走前那兩個星期呢 其實那個 就算在我們醫院附近範圍 都有很多的 漸況發生 也都 在那兩個星期 也都試過有兩三次 是 都有大量的傷者要進來 就是都在我們醫院的附近範圍 發生啦 可不可以再解釋多一點點呢 就是講的 人道救援走廊 是一個 是一個怎樣的概念來的呢 如果你在地圖裡頭看到 你可以說是由 以色列的軍方 就將在加沙全個地方 它有一個範圍 劃了出來 就所謂 是人道的地帶 那 它就要求 在加沙裡頭的巴勒斯坦人 就是編繫去這個地方 理論上就是安全 但實際上 正如我剛才說的 在我離開前的兩個星期 在我們附近的地方 都有很多次的爆炸 或者是 槍戰 這樣的地方都會有 我們機構為例 或者是無國計身 或者是其他的人道組織 包括聯合國 我們是在加沙地帶裡頭 我們任何一個動作 包括我們進入加沙 和由加沙進入之後 去到我們醫院 那這個整個旅程呢 其實每一次 我們都會和 以色列的軍方 是要通知了他們 是得到他們的綠燈 我們才可以去走 那也都在整個過程裡頭 一直是要保持著接觸 我們任何一個動作 任何一條路線 之前都是要通知了 以色列的軍方 得到他們的認可 得到他們的開綠燈 我們才可以走 那Janny 你剛才上一節有提到 就是有很多的 黎巴嫩的人民 其實流離失所 而無國界醫生 都有很多工作人員 本身都是黎巴嫩人 他們自己的安全情況 又是怎樣的呢 那你說到他們最主要的 安全性的問題 很明顯我看到住在南部的 無論是黎巴嫩南部 或者是首都南部的同事 他們都是比較辛苦一些的 因為我聽到他們說 可能每兩三萬 他們就要去搬一個地方 有親戚的就去親戚裡 如果不是的話 就嘗試去租酒店 總之是偏離南部 相對來說是會比較安全一些 黎巴嫩不是很大的 其實你想想 它由最北的地方 去到最南的地方 開車只需要兩個半小時 你想想其實跟香港差不多 其實最主要的戰線 是在跟以色列的邊境 所以我們的南部 以色列的北部 他們搬來搬去的地方 就是說收到Evacuation的通知 他們會離開那個區 譬如我們從長沙灣搬去大角咀 但是原來過了兩三天 大角咀有炸鑊 他們可能由大角咀就搬去九龍城 黎巴嫩是一個接近有十八個不同宗教的地方 是很特別的一個國家 因為歷史傳下來 他們不同的宗教會住在不同的區 自己分好了 所以屬於Muslim的通常住在南部 屬於基督教的通常住在山或者以北的地方 所以你剛才問他們怎麼走 其實如果是Muslim的話 他們通常走或者流動都會在南部這個地區 甚至會去了別人的宗教地區 當然現在的情況是國家混亂 大家都是嘗試去找一個比較安全一點的地方 在貝魯特的時候你的生活又是怎樣呢? 其實作為一個香港長大的人 沒有經過戰火洗禮 我承認我是很騰濟 還有我是很醜怪的 很多時候都因為怕 我未至於常常聽到炸彈 因為我們那區是屬於比較平靜的 正如我之前說 但我想有兩個經歷 第一個經歷就是說 在大概10天之前曾經有個新聞 就是說我們收到以色列那方面的消息 很多人手機會收到 甚至乎貝魯特的Ministry of Information 也都收到以色列的一個電話錄音 就是說我們會炸你這棟大廈 你們好撤你了 而我當時是開會的 我同事突然停了 他就給我看手機 但手機裡面全部是阿拉伯文 我覺得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他就說給我看這件事 但Ministry of Information 只是距離我們10分鐘 當時我是很徬徨的 是應該走啊 不走啊 10分鐘代表什麼呢 我完全沒有這個認知 但很好就是當地的同事跟我說 如果我們收到這樣的通知 我們通常留在室內不走 因為出去是更危險的 當然那天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都可能是 或者是他告訴你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去執行 那這些事情常常都會發生 那就練大自己的膽子 另一件事就是 那裡天氣屬於熱的 通常都是三十幾度 它的電力都尚算可以 你是可以開冷氣睡覺的 但是我自從情況開始惡劣了之後 我是習慣不開冷氣睡覺 就熱到整個人濕透了 但是還是要不開冷氣 因為我想開窗 我想聽著外面發生什麼情況 因為很多時候你關了窗的時候 你的警覺性會比較低 所以我長期就處於一個不開冷氣 開窗的狀態去聽著外面的聲音 還有我們的Security Protocol 這個我相信歐斯醫生都很熟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Running Back 在枕頭旁邊 因為我們有很可能就是說 Security會叫我們 就是說我們三分鐘之後要去防空洞了 那你就拿著一個Running Back 去最近的防空洞 那當然我們是事前已經被告知的 那個防空洞在哪裏 那所以你是長期在這個 這樣的精神狀態之下 那對於我來說我覺得是Tense的 即是走路袋了 你的走路袋 你又要拿得它起 你不要帶個真的很大的行李箱 所以其實是很有限的 最重要的是Passport 美金 充電器 因為這些其實是衛生的 還有攬一支水 還有如果有東西吃就帶東西吃 是 那你有沒有試過真的需要用到這個走路袋 有的 有一個這樣的經歷的 因為其實是上個星期左右 那我們都因為有一個情況 那我們可能短暫 有部分的同事需要短暫稍微離開的 那我在一個傍晚被通知 那我就在第二天的早上九點就需要去離開了 那我也知道我們離開那個方法是要經水路 所以你不能帶很多的東西 那所以我只可以帶很有限的資源 那在這裡可以做一個私人的分享 那因為我本身是一個type 1 diabetes 就是一個糖尿病人 那我是需要打二島素的 那所以我的走路袋裡面 一定是有一堆二島素的針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衛生的 那我已經知道我們可能是 不知道有多少個小時是沒有東西吃的 你也都帶不到這麼多 因為說了你可能是 路上也有很多預測不到的事情 那所以我當時的決定就是 我雪櫃有兩個月餅 我是帶了兩個月餅走的 那我前天其實就吃了一個月餅了 因為月餅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的糖分很高 它是可以很支持到你的體力的一個樣東西 而它的體型也很小 所以這個也是我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歐醫生 你這次去袈裟的時候 你自己有沒有任何的安全考慮 有怕過或者有擔心過呢? 雖然我知道你身經八戰 你說如果完全沒有擔心就是假的 但是這次都叫做 一月或者八月這兩次都是我 第八次和第九次 真是去一個叫做 Declare了一個窩心的地方 其實八月這次呢 因為我的醫院 譬如在那個叫做Green Zone的地方 就反而聽到的 譬如槍炮聲啊 炸彈聲啊那些呢 就較遠一點點的 反而就是第一次 即去年12月底 1月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在拉法的地方 那就簡直是一個衝突的地方 那就試過是很近距離 大概100米左右的地方都有爆炸 試過 還有每晚的衝突就是 比八月這次呢 是多很多的 那一有爆炸的時候 那可能我們的門啊 槍啊都完全震了 那麼 那 那 晚上就很多時候 有些槍聲 就像剛才Janny所說 睡不睡到呢 那就 真是看你個人的 小小的心理質素 那我就 都叫做OK的 那他有槍聲 另外一個我們叫做Morning Call 就是因為逢是早上 四五點鐘呢 似乎那個 那個戰況上是激烈一些的 還有呢 他是以色列軍方呢 在對出的地中海那裏呢 是有些 船艦在那裏 那他 通常是大概四五點鐘的時間呢 他就會開炮的了 那因為那個時間 我想大家明白呢 就是你到了 整晚已經 可能那個人會很累的 那他就在那個時間呢 就射一些炮出來 那變了你那個人 你基本上休息不了的 還有他就是 塞落好像是有些疲勞轟炸那樣的 那 我們是叫那些叫做Morning Call 就是早上就叫醒你這樣 嗯 而在加沙裏面 你由一個點去另一個點 是不是都要經過很多 就是很多關卡 要檢查你的 隨身行李 帶著什麼才可以去到的呢? 我第二次進去的時候 那我在安邁那裏呢 就是 遇到我一個的舊同事 他本身是 Junian來的 那他就 托我 就帶一些的物資進去 給旅頭的一些同事 那就給了一個行李 包給我 那當然 他都說可以查的 那其實就是 因為旅頭的物資是很短缺 非常短缺的 他問了我 他知道我只是帶了自己 隨身行李的一個行李 那他就說可以帶多個行李 那他托我呢 就帶了一個行李包 他都給了好 就包括很多的 小孩子的那些用品 包括尿片都有 也都有一些 很多的女士的用品 裏面有很多的物資很短缺 譬如 洗流水啊 木路啊 蕃茄啊 拖鞋啊 我都帶了很多的 十幾對 那根本 很坦白說 就是你問我自己 如果我被人發現的話 就是我第一個 人家立刻說 你是不是走私進去 那 但是都叫了 幸運我也能進去 那另一件事呢 就可以切一提的 就是 旅頭很多東西 都當是一些奢侈品的 包括香煙 那 那 我那位同事呢 就托我帶三條煙進去 因為旅頭的煙呢 是很貴很貴 聽他們說 就是一支的香煙呢 是有二十元美金的 所以我帶三條香煙呢 其實那些是紫黃金來的 那他說你 你當是自己吃就可以了 就是當自己吃的呢 你就可以帶三條進去 那其實我自己不吃煙的嘛 那所以那一次 我都有點害怕你了 就是因為這樣帶進去 當你進去的時候呢 你所見到 就是真的是你自己的同事 譬如是物資短缺來講 你是不是都很親身感受到呢 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 就沒有這個觀念的 就是純粹是帶自己的東西進去 那到第二次的時候 那其實已經是到八月了 那也都是差不多 去戰士開發了差不多十個月的時間 那裡頭的物資是很短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到在我工作期間呢 在這次呢 其中一個當地的一個醫生 是外科醫生來的 原體去問我的 他問我會不會再回去 那我初頭想著 11月或者12月再回去的嘛 那他其實就是托我 就幫他買一個 剛才剛才Janny說過了 就是那個充電器 那他就說 因為旅程已經不能買了 也都是 這些更加在以色列方 就不僅是說 是奢資品那麼簡單 可能是一些戰略物資來的 那所以其實是不給賣的 在加山不給賣的 那他原先就想托我 可不可以買一個帶給他 那我說不用帶 我說我自己又在這裡 我有一個在這裡 那我說我走的時候 給你就可以了 那我真的給了他 那給了他 那給了他之後 那有一天 那大家做手術期間 有時候都要休息一下 那我突然坐下 那我看到他的鞋 那他的鞋都爛了 爛了 那我還穿著 那我已經說 你的鞋爛爛得那麼緊 還穿著 他說沒有辦法 根本想買都買不到 那最後我又把我自己的手術對鞋 我又留下了給他 也都因爲這樣知道了之後 事實上我臨走的時候 差不多我只是帶我自己 替換的衣物而已 差不多我所有東西 連我用剩的洗頭水 洗澡的沐浴露 我自己帶他的藥物 我都全部留下了給當地的病人 那些衣服啊 我帶些T恤去 那我只穿回一件走 基本上 就是差不多是 隻身而去 嗯 那情況都 都穿著是挺 挺惡劣的 因爲 爲爲爲爲 爲爲爲爲爲 爲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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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麽資短缺 去到這個階段 就是整個衣服 是說230萬人口的嘛 那而所有的進出口 食物好 藥物好 日用品好 全部都要經過 以色列關口 或者埃及那邊的關口進去嘛 那時候早期 你如果留意 報道都在說 每日 每日 你可能是需要 五百多部的 貨櫃車的物資進去 才足夠 230萬人口的用 但是每日 只有幾十啊 一百部的貨櫃車進去 即是不夠五分一的物資 那第二 那我想而知 當你 每日可能只有 一百或一百五十部的 貨櫃車的物資進去 那最緊要的 當然是那些食物啊 藥物啊 那所以那些什麼鞋啊 洗頭水啊 沒有路啊 那些尿片啊 或者是那些女士的 用品啊那些 在裡面是完全沒有的 就是你根本買不到的 再回想回你們 在戰區裡面的情況 其實你會覺得你自己見到的 是人性美麗啊 還是醜惡的一面呢? 我會覺得 就是打仗 一些 就是現在打到這麼激烈 很多是一些的 政治的人物 他們一些這樣的 個人啊或者是國家啊 所謂的利益而造成 但是很多我們看到的 一般的 平民百姓 是最受害的那幫人 那我自己另一方面 也是看到一些 人性美好的一面 你看到呢 黃色衫這個小朋友呢 是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這個呢就是他哥哥 就是十三歲 那他家裡就被人 兇雜 炸了 他爸爸媽媽已經過世了 那這個哥哥呢 就大概是 三成多的皮膚受傷 那你見到呢 他有一條胃油在那裡 就是因為他受傷之後呢 他需要很多的營養 可能因為他創傷之後呢 他吃得不好的 那我們要去用一些營養 去補充給他 而那個小朋友 小的那個呢 黃色衫這個呢 你不要看到他這麼開心笑 但是當他被救出來的時候呢 由於他家裡是崩了 那麼他的身體下肢呢 是被一些 崩下來的那些物件是摘住了 他是要折肢呢 才可以救出來 所以其實他的右腳呢 是做了折肢的 但是你要看到呢 他們都是相對很樂觀 是都見到我們的照顧 也都很開心 那現在這個呢 就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女 他家裡被人炸了 跟著他的右腿呢 大腿呢 就是斷了骨 還有一個挺大的傷口的 那他要用一個外的支架 撐住 後來要清理傷口之後 要織皮的 但是呢 你也要留意到呢 就是其實他們 雖然 看上去就很慘 但是呢 他們每次見到我們 或者我們的照顧呢 其實他們都是 挺有盼望 挺有開心的 你看到他們的笑容都挺好的 雖然是一個這麼困難的時候 但是你看到我們 在外面來的工作人員 去照顧他們 他們都是有一個 有一個盼望 有一個希望 也都有一個感覺就是 他們沒有被人遺忘了 我想在我這短短的日子 和當地的人去相處的時候 我覺得人性依然是美麗的 特別是他們很堅持 無論是 就是可能他們已經是走老了三四次 家裡爛了 或者甚至乎當中 又喪失家人的 但是他們都是堅持去工作 令到日常 就是他們很想回復日常的 這個渴望是令到我很感動 和我很尊敬他們的 其實我們今天都非常感謝 Jenny和歐醫生 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有關黎巴嫩和加沙現在的情況 我們不知道戰爭什麼時候會結束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繼續關注這些很重要的人道議題 謝謝大家